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步行者,104-95勇士,北京时间1月13日,勇士95,比104不敌步行者,这场比赛勇士,输在末节,进入最后5分钟,勇士自身的进攻,出现了问题。 而步行者,坚持以突破撕裂防守为主的策略,收到成效,等科尔让进攻收缩后,特纳与霍勒迪,接连命中3分。 步行者的一钉,四连防守战术,也十分完美,这场防守大战步行者,值得胜利。 但这场比赛后,德雷蒙德格林,受到了多位夜内人士的盛赞。 他的防守,再一次令人刮目相看,起因就是追梦,防成了萨姆尔,布罗格登,小萨伯,尼斯三人下快攻。 他一人站在内线,防成了三打一。 这个球萨姆尔,有些畏惧追梦格林的风土。 他给了小萨伯尼斯,但又给倒了一些,再晚一点小萨,就可以直接攻框。 所以小萨,回给了萨姆尔救,结果这个小伙子,没赶上。 在很近的距离,再给小萨,结果失误了。 而且,在这次一防三之前,还有人士爬出追梦在上一个回合,还防成了布罗格登的上篮。 也就是德雷蒙德格林,连续两个回合,阻碍了步行者的进攻。 在赛后勇士队的数据显示,维京斯送出五个,封盖职业生涯最高。 而德雷蒙德格林,在单防小萨伯尼斯上的表现,十分出色。 小萨这场比赛,37分钟,15中期,3分2中0。 罚球5中4,拿下18分,14篮板6最高一抢断,命中率46.7%。 此战之前他的命中率,为56%,场均21.8,加12.5。 因为官网的,对位数据还未出炉,所以不知道追梦,对位他效果到底多好。 但从这项对比中,也能知道小萨此意,打得的确不痛快。 勇士的分析师,在详解了追梦,这场比赛的表现后发生,勇士对步行者的防守,一致性很好。 过去几场比赛,在防守上都保持一致,在这方面,德雷蒙德·格林,仍是防守的奠击者,他在进攻端仍可以组织进攻,并控制球。 换言之追梦,还是这支勇士攻防的核心。 德雷蒙德·格林本赛季七场比赛的防守效率,105.4排在全队第三。 他的防守能力,的确在本赛季,有了质的飞跃。 场均6.6助攻,也是全队最高,库里场均6.4次,助攻第二。 他还真的是一个,攻防核心啊。 勇士输掉这场比赛后,战绩是6胜5负,排在西部第七。 而追梦复出的,七场比赛勇士取得了4胜3负,胜率超过,50%。 对阵猛龙拿下了,10分10助攻9篮板,一盖帽的准三双数据。 目前场均4.4分,5.1篮板6.6助攻1.29,抢断0.29盖帽,命中率30%,三分命中率20%,还是场均三单。 但应该没人喷他了吧。 文言小白,and,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